多少钱 150 民众领口罩钥匙早就备好零钱 给完口罩用镊子找钱 避免手部接触病菌 14天领酒片口罩的第一天 钥匙忙的焦头烂额 得先想出应变措施 由于骗数较多 请各位贵宾当场点收 用大声工广播 桌面也贴出告示 要民众领口罩钱 先备好50元或是100块钱 流程才能更顺畅 有些时候变成要发这个口罩 然后后续还要处理这些零钱 还有那个钱质药 要包的口罩花很多时间 所以这一两个月 经常都是有时候3点5点还在睡觉 口罩发放增量 钥匙一人忙不过来 连妻子女儿都帮忙 全家熬夜包口罩 不止一人钥匙忙碌 之前台南也有一名 72岁的离癌钥匙 包着尿布发口罩 让民众很感激 在走以前 做一些对国家有贡献的事 不过口罩实名制 实施至今已经超过两个月 全台6278件 药局工作量都是暴增 现在也有240家药局 提出停卖口罩的申请 其中台北市24间 新北市有50间 大部分就是因为 它是一人药局 再加上药师他怀孕 或是药师他比较灵脉 或是药师他有一些 比较重大的疾病在 有相公会提出申请 现在也是有口罩的2.0 那所以在那个地方的人 可能尽量2.0 那如果那张没有 我们可以请这卫生局 再加大力度来帮忙地区的人 部分药师体力吃不消 决定退出发口罩行列 但还是有不少药师决定撑下去 只希望这波疫情赶快过去 回到正常生活 记者黄家伟黄霖 台北报道